记者谢介宇南投报道,南投县卫生局及麦当劳叔叔之家儿童慈善基金会,今日在竹山镇盐苹果小举办一起洗手去肠病毒防治宣导活动,由深受孩子喜爱的麦当劳叔叔担任洗手大使,透过健康操,有奖征达等活泼,逗趣方式,让小朋友在互动过程中建立正确的洗手五步骤, 进而远离肠病毒威胁自私活动,县府卫生局副局长吴美玲及籍管科长赵灵慧,教育处体现科长蔡震发,严平果小校长陈荣昌等人,也分别穿上大手,洗手乳,面纸,水龙头等道具,配合麦当劳叔叔的解说后,随即展开有奖征达活动, 仅限小朋友一边示范诗,搓,冲,捧,擦,洗手五步骤,一边回答题目,一旦说出正确答案,便由蒋平克拿,整个活动一教娱乐, 卫生局副局长吴美玲指出,炎炎夏日,也是肠病毒高峰期, 每年县府都会邀请麦当劳叔叔之家儿童慈善基金会到县内各学校进行洗手宣导,所谓是搓,冲,捧,擦,也就是在水龙头下把双手淋湿,擦上肥皂,双手相互搓揉,将双手冲洗前净,捧水将水龙头冲洗前净,再关闭水龙头即用纸巾将手擦前,并强调, 肠病毒可能极有口默,咳嗽及粪便等途径传染,诸呼吁学童与家长养成正确洗手好习惯以外,一旦孩子出现晕眩,呕吐,昏睡等症状,就应立刻就医检查,共为防治肠病毒净分心理。